这绝对是您见过的最炸烈抢劫犯 连负责抓捕他的警察都被整破了 为啥会这样 主要还是因为这兄弟每次抢劫时都会一丝不惯 更关键的是 他有12款伏迹 两坨兄弟 每个被抢的小姐姐看了都会忍不住发出爽囊的笑声 2016年6月17日凌晨两点左右 广西贺州市凌峰山脚下的厕所里发生一件怪事 欧小姐正玩着手机等朋友出来 可就在这时 自己的手机被人抢走了 欧小姐本能的想去夺回 可看到抢匪的样子 她打消了这个念头 6月17日上午 欧小姐到辖区内派出所报了案 得到这个警情后 派出所民警高度重视 同时 他们也感到匪夷所思 处理这种案件不计其数 但还是第一次遇到抢匪式裸体作案 有一欧小姐当时受到惊吓 加上案发地位于监控盲区 警方无法第一时间得知嫌疑人的具体外貌 可想着能光着身子出来抢劫 这个人应该不是一般人 于是 警方将侦查对象放在流浪人员和有精神疾病的人的身上 然而 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排查 警方未找到任何相关嫌疑人的线索 难道这起案件都会成为悬案 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一个月 来到2016年7月19日 这天凌晨 一个女子急匆匆地跑到派出所 报警称自己的背包被一个没穿衣服的男子抢走了 据了解 被抢女子是从外地回广西探亲 还没吃上一碗朝思暮想的螺蛇粉 就被人抢得一分不胜 而这次的案发地就在凌峰山附近的步行街上 万幸的是 这周边有大量监控探头 随即 警方调取了案发地点附近的监控录像 经过仔细寻找后 警方在一个监控探头里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 经受害人辨认 确定此人就是抢走他背包的人 结合案发地与一个月厕所抢夺案的案发地相距只有100米左右 且嫌疑人特征高度相似 警方判断这两起案件应该为同一人 随着对监控录像的观看 警方很快排除了嫌疑人是流浪人员的可能性 因为他的皮肤白皙 身材也比较好 甚至还有腹肌 为了能得到嫌疑人在作案前后的具体行踪轨迹 警方调取了凌峰山附近的监控录像 在这里面 警方再次看到嫌疑人的身影 在7月18日白天 也就是案发前一天 嫌疑人在凌峰山附近活动 难道嫌疑人白天是生活在凌峰山 晚上趁没人的时候就出来作案 随后 警方组织大量人手对凌峰山展开地毯时搜索 重点排查凌峰山上的山洞 一圈下来 警方仍未发现嫌疑人的任何踪迹 与此同时 警方将嫌疑人的照片上传到数据库 希望能比对上有前科的可疑人员 让人遗憾的是 没有比对上 不是流浪汉 又不是精神病人 更没有犯罪前科 这个连续作案两起的抢匪到底是何方神圣 这个疑问让警方有点障碍合上摸不着头脑 就在警方焦急寻找他的线索时 2016年7月28日 有一起抢夺案在凌峰山附近发生 这次的案发地距离第二次的案发地不足十米远 短短一个月时间 凌峰山附近就发生了三起抢夺案 这让负责此案的民警压力倍增 可苦于没线索 嫌疑人何时能盗案也成了谜 就在这时公安局的刑侦技术人员给派出所民警提供了一个破案思路 何不发动周边群众 让他们帮忙一起去找嫌疑人 贺州市有个叫漂亮阿姨的群体 是由退休人员组成 平时没事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跳跳舞买买菜 警方第一时间将嫌疑人的照片拿给他们看 第一是为了让他们有所防范 第二也是为了让这些阿姨能帮警方多注意下这个嫌疑人 当阿姨们看到嫌疑人的照片后 就有不少阿姨向警方反应 很早之前 他们就在凌峰山上看到过这个嫌疑人 当时 嫌疑人一丝不挂地躺在山洞里 自从漂亮阿姨们知道了嫌疑人的所作所为 他们格外留意起来 2016年8月25日 漂亮阿姨们给警方打来电话 表示他们已经找到了嫌疑人 几分钟后 警方来到凌峰山 将嫌疑人抓获 面对审讯 嫌疑人很快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而对于为何要裸体抢夺 嫌疑人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她的衣服她的怕抢了 她不敢看 她的怕 一抢 她的怕她都不敢追 据调查 嫌疑人佐某 1987年生人 广西贺州市连堂镇人 从小因父母外出打工 佐某不得不与奶奶生活在一起 小学没毕业的她就辍学在家 为了能让佐某学一个手艺 父母将佐某带到了广东 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还没到广东谋生的佐某 就生了一场大病 没有办法 父母只好让她在家休息 就这样 佐某玩着长大成人了 成人后就要自食其力 但佐某对这件事兴趣不大 被父母叫到工厂打工 每次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十多年下来 佐某没有存下一分钱 甚至需要找父母要生活费 每个月 佐某都会去上班十天 赚一千元左右 然后买一部自己喜欢的手机 没钱花的时候 再以一百元的价格将手机卖掉 周而复始 从无例外 平时没工作的佐某并没有什么业余爱好 唯独喜欢在手机上与陌生女性聊天 可在现实生活中 佐某又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根本不擅长与女性打交道 与女孩子说话都不敢直视 四年前 因佐某姐姐生了孩子 父母不得不带着佐某从广东回到老家 此时 佐某也有27岁了 为了能让佐某自立起来 家人为她找遍工作 可每次得到的结果却是 上班一天的佐某嫌太累 再也没有去过 不上班就没钱生活 佐某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回到老家的佐某 失住在父母家 没钱就找父母和姐姐要 一开始 父母和姐姐也会给她几百座生活费 慢慢的 佐某已经很满足这种吃饱混天黑的生活 但随着佐某的年龄增长 家人开始操心她的婚事 由于佐某自身条件差 家庭条件也不行 给她找对象成了一件难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5年11月3日 在朋友亲人的介绍下 佐某成功结婚 妻子势力不好 还带着一个孩子 不过 结婚那天 佐某感到很高兴 还特别说明结婚后 就出去好好赚钱养家 谁知 出去打工 没几天的佐某就圆形毕露 本来想着让佐某结婚后 能懂得赚钱养家 这下可好 佐某不但没变化 还让佐家多了一个还要上学的孙子 没有办法 佐某的母亲只好外出打工 不久后 佐某妻子怀孕 眼看一家三口就要变成一家四口 可佐某依然我行我素 于是 佐某父母想到了分家 打算利用这个逼佐某去工作 然而 事已愿为 由于父母和姐姐不给佐某零花钱 加上佐某不愿出去打工 佐某就萌生了抢夺的恶念 我猜地 好